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 核辐射 莱克多巴巴 美国巴巴不爱我 日本生可乐好好喝 陈时中看你上厕所 草莓冰又打野炮 不造反就死的彻底 缺蛋缺电又缺德的 最新版绿挖快报 本节目寓教娱乐 全部内容来自各反人类物体 大家不要在吃饭喝水时观看此影片 否则会产生不良效果 如果中共武统台湾 男的全部996 女的全部被上套铁链 当时的中国指的是首都 我们是反人类物体 最近 关于法轮功的怪事连续不断 这一期绿挖快报 我会把法轮功的妖孽 李洪志近期的动态 讲得明明白白 首先 李大师发了两篇新经文 一篇远离险恶 一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 这两篇经文 可谓是把邪教的本质演得清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1999年 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之前的李洪志 他是怎么满嘴跑火车的 我的法身啊 多的我也数不过来 说为了保证你的肝胀 一个人修炼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有无数的法身 可以保护你 只要你真正去修炼法轮功 修炼法轮大法 我的法身就保护你 因为啊 我这个法身多的 已经不能用数字计算了 相当的多 再多的人我也能管得了 有人说了 你在国内 国外能不能保护我呀 你跑到月球上 你跑到哪儿去我都能保护得了你 三十年前 李洪志说 你在月球我都能保得了你 他一直在吹嘘 自己可以使弟子化微为安 但是 当弟子不能真的化微为安时 他就说 是弟子欠了师父 啊 这两篇文章对法轮功的学员 产生了两极分化的效果 遗者更遗 吃者更吃 其中这个吃者更是被吓哭了 那么 为什么李洪志 要那么急发两篇新经文呢 原因是 最近有个教育超的人 揭秘了法轮功的种种罪行 他的揭秘还得到了神韵艺术团学员的认可 很多法轮功学员 都把矛头指向了他们的教主李洪志 这次法轮功面对的危机 甚至比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时要来得大 余超他自己原本就是个轮子 但是后来因为他发现了法轮功的本质 而逐渐脱轮 并且成为揭秘法轮功本质的先锋 可惜的是 他原来的老婆并没有脱轮 直到现在还对李洪志深信不疑 故两人就因为这样离婚 最近 明慧编辑部 大纪元 新唐人的几位总裁 都去找他麻烦 并且还想透过他前任老婆 得到他居住的位置和消息 按照法轮功一直以来干过的缺德事 李洪志是很有可能打算派刺客 把他解决掉 最近 法轮功还有一则报效新闻 李大师今年年初的经文 为什么会有人类 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 成书出版 目前只有法文版 我想说 两篇经文加起来都不够三千五百字 还好意思成书 陈正专一周发的帖子的字数 都比你那两篇经文多 本期绿蛙快报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